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如何判断他爱我吗? 弄清楚爱情里的真爱迹象 让你谈恋爱不再晕船 今天来聊聊关于说 无论是在暧昧或是交往的过程中呢 面对眼前的这个对象 哪怕你们两个相处甚欢 感觉很幸福和乐 但是脑中有时候不免俗的 就是还是会有点质疑 眼前的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爱你呢? 那这一次就提供给你五个真爱迹象 来稍微判断一下对方是真心的 还是假意的呢? 那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来分享一间位于淡水的麻吉奶奶手工鲜奶麻薯 这间叫做麻吉奶奶手工鲜奶麻薯呢 它的麻薯号称纯手工不含糯米 那吃起来的口感跟一般你在那种 小摊饭吃到那种麻薯是含糯米那种 就是会QQ的 然后吃了如果你不小心还会给到的感觉 那种就是很粘稠 这间的麻薯呢 它的水分比较多 因为它是号称鲜奶麻薯 有别于一般的糯米麻薯呢 糯米麻薯比较是Q弹的感觉 你咬下去可以就是比较有嚼劲 但这间就是麻吉奶奶的手工鲜奶麻薯呢 它比较像奶酪再Q一点点 那它的你知道吃法也非常的特别 它上盘的时候呢 它会给你一堆的粉 中间就是一团麻薯 然后感觉是有点Q弹水状的一个大圆形 那它就会给你所谓的筷子 你自己要去把它搅成小块的 然后去沾那个粉来吃 跟就是一般你在那种小摊饭吃到 它是帮你挤一挤小颗小颗小颗的这样子 或是你没有包料 它已经帮你用好了 但这间就是我号称它是好吃又好玩 那你就是现场你可以自己就是安排那个大小 如果你跟小朋友去吃的话 它的那个大小你可以自己去掌控 吃也比较不会给到 因为它的那个粘稠度没有那么高 真的是入口就是像奶酪的口感 比较偏奶酪 但是它就是还是有点Q弹 很粘着 但你发现你知道你就是去 把它切小块一点的时候 它不会粘在盘子上 我觉得它厉害在这里 它的口感就是你要适应一下 喜欢的就会很喜欢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对于麻鼠 你有自己一个坚持 你就是觉得说麻鼠就是应该要 特定的口感要QQ的 然后又是那个角而竟然要有的话 那你可能就吃了就觉得很失望 因为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你可能本来它告诉你说 这杯是珍珠奶茶 就你一吸是布丁奶茶 你就想说 怎么跟我想象不一样 因为你已经 你的嘴巴跟你的大脑已经准备好 你要吃品尝珍珠 但是咬到布丁 你懂吗 感觉不敢快 但是你再去细细的品尝 你也会发现说 很像也是北拍家 而且我觉得它好吃又好玩 那对于一些喜欢尝鲜的人来说 我觉得这些吃起来 你会觉得很特别 那它的价格就是可以多人吃 它有低销 如果内用的话 低销是每个人50块 所以你可以跟三五好友 一个人点一个 然后就是雪儿吃 然后它的口味有很多种 花生红豆 基本的都有 然后之外还有一些特殊口味 当然它也有买饮料 所以如果有经过淡水老街的话 我觉得它是可以尝鲜的 但我个人是比较推荐 就是你要两个人以上 结伴同行去吃会比较合理 因为一个人吃 那个真的会有点过多 会有点腻 不是说过多 就是你可能 你知道你逛老街 你总常要吃很多东西 那这间店 如果一个人吃一份的话 我觉得会有点饱 所以我会建议 就是两个人以上再去吃 那我个人吃下评价 我个人是蛮喜欢它的口感 我觉得非常特别 因为我从来没有 吃过这样的东西 那第一次吃 你就会觉得说 很想让你有经验 但是我就说你的 你要open mind 就是你要怀抱个开放的心 去吃 这间叫做 麻吉奶奶手工鲜奶 马蜀 再次真心的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也要放到 其实你应该是限动24小时 之后会放到甜点的精神区 大家可以按图索 继续吃吃看哦 那讲到这里 一样来推广一下 IG 其实你应该的IG 如果你还没有去按赞的话 赶快去赞起来 你才可以看到相关的资讯哦 好啦 回到今天的主题 如何判断 他爱我吗 弄清楚爱情里的真爱迹象 不要再晕船了 就是第一点 陪伴 他是否愿意花时间陪你 讲到这里 你要讲一句很经典的名言 爱情里面呢 你能够给另一个人最珍贵的礼物 就是陪伴 因为时间就是最珍贵的礼物 但是讲到这里 他其实可以分个两个阶段 关系发展之处 落在暧昧或是乐恋期的时候 你知道这时候 他的陪伴 他会想要整天跟你立在一起 所以你大概就会花很多时间 跟经历在就是你身上 他可能晚上会陪你聊得很晚 或是陪你约会 下班等你吃饭 各种各样的 就是会多看你一眼 他就愿意去做 这时候我觉得不太准 但是呢 交往一阵子之后 当交往时间一长 他是否还愿意花时间陪你 那如果愿意的话 那就表示 他是真心的 想要把你放在他身边 想要赖在你身边 想多了解你一点 所以陪伴 其实不管是在暧昧时期 或是交往过程中 你要怎么判断 这个人是不是真心的喜欢你 他是否愿意花时间陪你 花时间跟你在一起 做很多事情 这个就是第一个关键点 如果他连就是陪你真心 他都懒 或者他连就是跟你相处 他都觉得很无趣的话 那表示这个关系 可能不是你想象中的 他有这么在意你 他有可能是有别的目的 那可能就是你要稍微衡量一下 就是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关系说 如何判断他爱我吗 弄清楚感情里的真爱迹象 就是二 在乎 他是否记得你在意的大大小事情 一个人有没有把你放心上 从最基本的那些星座 血型 生日 饮食的喜好 学历背景 他都能如数家珍 一手掌握之外 可能更深层的这种相处的地雷 比方他说他知道不喜欢别人 走他左边之类的乱讲 或是生活习惯 他知道说他就是你不喜欢被碰脸 或他不喜欢被人家摸头发之类的 或者是他的恋爱禁忌 他是不是之前可能交往经验里面 有一些地雷 就是你不要去踩他的雷 或是更深层的一些 如果真的交往的话 一些心爱癖好啊 或是一些家人的一些美感啊 就是不能够讲他家人怎么样 或是他本身有些点 就是你不要去触碰 比方他有洁癖 或是他本身就是一个 很不喜欢别人去触碰他的东西 比方说他的东西 就是有个白的有规矩 但是你就是把他弄乱 你并没有物归原味的话 就会暴怒 就类似这些大小事情 从就是最小的 他喜欢什么颜色啊 他的生日啊 或是他家的成员背景 什么之类的 这些你都牢记在心 更深层的是 你跟他相处的时候 你记得他的一些地雷 或是知道他的一些喜好 你知道他鞋子穿几号 或是你知道他 你知道说 他喜欢喝某一家饮料 点的某一款饮料 甚至连甜度冰块 你都牢记在心 这种发自内心的重视呢 就是一个真爱的特征 因为我跟你讲 有心的话 真的是在小的事情 都记得起来 没有心的话 即便那个人讲一百遍 你也会记不起来 所以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今天有些 很重要的客户 或是你老板跟你说 这个案子 如果你这个东西记错的话 就是你就会赔一百万 或是你先应对这个客户 对你来说是一个 很重要的客户 他你就研究之后 你发现说 他喜欢吃某一碗甜点 或是某一个礼品 他之前有跟你讲过 他很喜欢吃 你送礼的时候 你就会送这个礼物 你老板跟你说 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你就会记得 但是同等的 如果你谈恋爱的时候 这个人对你来说 没有这么重要 或这个人对你来说 你没有想跟他 长远一辈子 走下去的话 人就是会选择性的记忆 就是你父母跟你说 他喜欢吃一款食物 因为你知道说 他是你父母 你会跟他走一辈子 所以你非得记起来 但是如果这个 眼前这个恋爱对象 你的心态是没有想 跟他走很长久的话 他讲一次两次 你记不起来 你可能可以说 是真的 就是记性比较不好 但他如果讲个十次 你还记不起来 那真的不是 你记性不好 而是你不想记 所以在乎这件事 反过来讲就是 如果一个人 真的能够记得你 你在意的事情 重点是他在意的事情 比方说 他是一个很在意 什么今年日啊 或是他本身 有些严重过敏 吃到花生 吃到什么 水蜜桃 他就会很严重过敏的话 但他跟你说过 但是你还是可以忘记的话 那你不要说 他真的有多爱你 他真的没有那么在意 所以他真的没有那么爱你 这是第二点 再第三点关于说 如何判断 他是否爱你呢 就是 弄清楚真爱迹象 就是三 安全感 关系给予你安全感的人呢 他就是真的爱你 好的爱情呢 他能够让你找到 内心的平静 你在这个人的身边 你总是会觉得 异常的 就是很安心 很踏实 你觉得我做什么 就是他都不会 就是来挑剔你 或是你不会觉得 很有压力 跟他在一起一样 半君如半虎 会觉得 很像我做错点事情 就会被破口大骂 或是我会想要是这样做 会引起他的不满 在这个对的人身边呢 你可以全然的做自己 不用担心说 我会不会犯了一点小错 而就引起他 就暴怒 或是我跟他相处的时候 我是不是还要维持一个形象 不然他就会不爱我 你不会有这个压力在 除此之外呢 你自己也会因为 这份安全感 你会想要去主动的报备 主动的告知 前提不是他要求 而是你会觉得说 我希望他可以 知道我人身安全 我不希望他多想 我不希望他多虑 我不希望他在 午夜梦回的时候 会担心说 怎么 就是我会对他 怎么忽冷忽冷 或是搞失踪 你会为了 为安对方的心 而主动的去报备 而且你不会觉得 这件事情 对你来说是个苦差事 你乐于其中 那同时 你也可以深刻的感受到 对方同等的重视你 这点是重点 你很重视他 可是你也可以理解到 他非常的重视你 他不另于 给你任何的关怀 给你时间陪伴 或者是给你 所有的宝贝 按你的心 你怎么做 他绝对会跟你对等的 也同样的这样回给你 因为他 你们会明显的感受到 这段关系 你们是很对等 而且互相是给对方 慢慢的安全感 而就是第三点 这个就是真爱的一个迹象 再第四个关系说 如何判断他爱我吗 弄清楚爱情里的真爱迹象 就是四 信任 明白他是否真心以待 真正爱你的人呢 他会让你明白到 他会让你知道一件事情 而且那是个感觉 就是无论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或是你遭遇了什么困难 他都会在你身边支持你 做你的后盾 光是你可以意识到说 我今天比方说 我今天有个难 或是我今天有个很困难的事情 或是今天有个小trouble 但是你就是一想到说 嗯 我今天很安心 因为我知道我身边有一个人 是我今天如果有问题 我拿起手机 我第一个拨打给他 他一定会来救我 或是他一定会来帮你 就是你知道说 彼此都不会走 都不会轻言地放手 这份信任感 就是所谓的真爱迹象 有些人可能就很单纯 所谓的信任这件事情是 你知道这个人 他可能此刻 他很爱你 没有错 但是你知道说 如果今天发生了个意外 然后你失业了 或者你今天发生了 你可能脸部 不小心就是回容了 你知道他一定会 一秒就立刻走 或者一秒就离开你 那这种就是你知道说 这个关系对你来说 是个不是一个很 就是稳固的关系 就是很脆弱的 他可能基于你的美貌而爱你 或者他基于你的钱而爱你 但是如果你知道说 这个人不管今天发生什么事 不管生老病死 你只要你今天发生任何的问题 他都会在你身边支持你 而这个信任感 如果够充足的话 那就是真爱的迹象 再来第五关于说 你要怎么判断 他是否爱你呢 弄清楚爱情里的真爱迹象 就是五 必嫌 因为爱 所以你选择自我约束 在恋爱的市场里面诱惑太多了 我前阵子看了一篇文章 他在藏说的 他的原文如下 他说 在爱情里 我们要的不只是 我爱你三个字 而是四个字 我只爱你 因为我有偏爱 他只爱你一个人 这个才会让你安心 而你才会显得是独一无二 因为一个真心爱定的人 他怎么可能还背着你在背 你的背后跟别的人说他爱他呢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所以如果他是真的很爱你的话 就不可能不去做到避险这件事情 所以愿意为了你这棵树 而放弃一片森林的人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认真 他对你的真心 如果他做不到 那表示就是没有那么爱 不是因为基于怕你生气 或是你就是要挟 说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的话 我就要分手啊 或是他的避险行为 必须是他发自内心 因为他够重视你 因为基于他就是非你不可 他爱你 他不想冒着失去你的风险 就这是个关键 比起外面那种年轻的妹妹 或是年轻的纤露来说 他知道他要什么 一个人他必须知道 他自己在感情里面要什么 他如果知道了 他就知所进退 他就懂得避险 因为他爱你 他不想冒险而去失去你 他冒这个风险 哪怕只是跟别人在 网络上聊个天 或开脚软体 或甚至在路上跟别人 他只要做出了这个行为 就是所谓的冒险 等于是他拿你们的关系 来当一个博弈 他读你不会知道 但是有一天你知道了 等于是这段关系就是破裂 所以比起外面那些 阴阴厌厌的 你知道 香艳刺激 跟那个诱惑 他知道 他更重视你们的关系 所以他完全不会想要去 预取任何的 有可能让你误会 或者是让你 就是因此离开他的作为 这就是真的爱上的自然表现 而且这是纯属自然 不需要别人约束 如果他没有办法 自动自发去做到这件事情 表示他不是真的爱你 因为他拿你们的关系 做独卒 他宁愿失去你 他也想要去享受那个刺激 享受那个诱惑 但是他读你 不会知道 而这是第五点 必嫌 好了 今天就分享五点关系说 如何判断 他是否爱你呢 弄清楚爱情里的真爱迹象 在此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是要说 如果对今天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的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 你收听的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资讯栏目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系说 如果你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故事 或是你想提出的疑难杂症 我都会去看哦 好啦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罗